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的10月7号 星期一 加拿大政府在昨天在法庭上 终于公开承认了 拘捕孟晚舟是存在程序错误的 对于孟晚舟的律师团来讲 算是一个巨大的胜利 首先 我也要说一点 孟晚舟其实现在已经不重要了 引渡不引渡 她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之前今年年初的时候 我就说 引渡孟晚舟的主要问题 就是为了对抗华为 对吧 来制裁华为 而现在已经可以直接去对抗华为 没有必要再引渡孟晚舟了 不过这个事 就当年我们都关注过 对吧 我们的最后有的新情况 我们还向大家来汇报一下 好 是这样 孟晚舟的律师团指控了 加拿大的皇家骑警 将孟晚舟的个人电子设备的序列号 密码转交给了美国联邦证查局 这个违反引渡法 他们是怎么发现 是这样 是加拿大的边境事务局 有一个女官员叫古德曼 她的email被曝光了 在email当中 古德曼就承认了 勿将孟晚舟的手机与电脑密码 交给了加国骑警 然后 那么孟晚舟的历史团就认为 孟晚舟被侵权了 知道吗 说边境官员在替加国骑警 及FBI 进行秘密的刑事调查 说这个事情是不违法的 你们在秘密的刑事调查 我按理来讲 你应该先进行引渡程序 引渡了之后 再进行刑事调查 加国政府 说加国政府并没有遵照 法庭的指令 立即抓捕孟晚舟 而是在那之前 先对她进行刑事调查 来掌握了有利证据 等调查结束了之后 再宣布逮捕 而这个是违反程序的 应该直接逮捕 然后还先搜查了 她的电子设备 好让美国的FBI 来搜集对孟晚舟 不利的证据 在逮捕你之前 来搜集不利的证据 这样孟晚舟也不知道 自己被逮捕了 对吧 如果孟晚舟知道 自己被逮捕之后 她可以拒绝的来配合 这是她的自由 对不对 那之前没有 加拿大的政府 他们有一个代表律师 因为你政府怎么来打官司 对不对 你怎么能把政府大事搬过来 对不对 还有一个律师 请了一个律师 来代表加拿大 政府 代表加拿大政府 在庭上的最终 还是承认的 承认的 就指控是真实的 但是他认为这是一个失误 他强调了整件事情 只是程序上的失误 这不是一个阴谋 因为孟晚舟的律师 认为这是一个阴谋 你们成亲怎么办 你们成亲不逮捕我 先行事 侦逊我 为了对我不利 他说这是完全程序上的 一个失误 这不是阴谋 但是对于程序正义来讲 是有个问题了 好吧 然后我们大家看 还有一点 就是说 他律师团线要求 加拿大政府的律师 在明年1月的引渡审判启动前 所以我想说这个什么 就通过这个点 你要明白一个问题 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引渡的审判 还没有正式启动了 所以在今年1月 去年12月1号抓的 对吧 今年1月份的时候 我就说 我说这个案子审完了之后 你现在要是 你小孩现在要是上小学 这案子审完 你小孩差不多上大学了 对不对 我说孟晚舟把批日律读完了 这案子就审完了 当时很多人都说 你胡说八道 甚至还有一些书呆子 偏好说什么的 半年一年 今年就解决 今年解决 今年解决不了 明年1月份 才正式的引渡审判 才正式启动 到现在引渡审判 都没启动 所以我就说 这些人对美国和加拿大 这种西方思大体制 一点都不了解 然后这样张开嘴 就胡说八道 知道吗 咱们再看 然后要求他们在1月之前 交出更多的相关的电邮笔记 其他记录 那么律师团是这样的 孟晚舟花重金的 请了这些律师团 这些律师团 就能够在没有问题的鸡蛋里 找骨头 为什么让你交出来 交出来之后 他就能够从这些电邮和笔记里面 去寻找蛛丝瓦迪的 来对自己有利 你像刚刚古德曼 他的email里面 就找到了对孟晚舟有利的 也就是说 他现在要打的 不是要不要引动 就跟我当初就说 就跟周立波的打了一场官司一样 就说我打的 先不是我的枪和毒 因为打这个是到后面 我先打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获得我枪和毒的证据 合法不合法 如果不合法的话 后面就不用打了 那么如果在这儿 我打不掉 我退一步 我再打后面 引渡停 咱先放到后面 我现在给你打的什么 是你到底应不应该 开始进行引渡审判 也就是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开始 也就是孟晚舟的律师认为 根本都不应该开始进行引渡的审败 启动都不应该启动 你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为什么那时候我就说 我说孟晚舟一说要读PRD 我就明白了 为什么呢 我就说孟晚舟请的那些律师 都是重金请的 而且在这方面 有几十年经验的律师 这些人一看这案子 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对不对 那些人给孟晚舟提了建议 让他去读个PRD 就说明什么 那帮人知道 就这个案子 打的输赢 咱先不说 最起码他有一点 他很明确 就是这样的 要能把你的PRD读完 现在读个PRD 哪个不读个7年8年 对不对 咱们认识人9年半的PRD 毕业 对不对 所以就从这来讲了 再一次证明什么 你死这种哥哥永远都是对的 你哥永远是你哥 知道吗 好吧 然后那么律师团就认为 就是说 如果这些材料能够证明 家国政府违法了孟晚舟的 个人权利 滥用职权 那么引渡程序就应该直接被取消 明白这意思的吧 好吧 然后又提供了新的证据 孟晚舟律师团在法庭上 还提供了新的证据 什么证据 就是说 一个家国的女骑警 在去年的12月1日 在家国边境官员和骑警 举行的早会后 在笔记中记录 边境官员在FBI的要求下 获取 将要获取孟晚舟的手机 也就是说 在那个时候 他们已经知道孟晚舟要进来了 12月1号之前 就是他们从飞行记录 就已经知道 已经做好准备了 在那种时候 FBI要求加拿大的骑警 去获取孟晚舟的手机 那么对于他来讲 就认为 你不应该受命于FBI FBI是他们美国的 对不对 你在这 你负责你的 你只负责引渡 引渡过去之后 是由他们来算的 一个从政 他就认为 是加拿大的骑警 受制于FBI 对孟晚舟进行了 秘密的刑事侦查 这个是不合法 也不合程序的 从程序上就有问题 这就是其一个 刚刚古德曼的email 另外一个 是加拿大女骑警的 她的就是说 刑事笔录 她在这记下来 就今天有什么代办事宜 那么她现在还要求 把其他那些人的email 和笔记都给我拿来 她在里面肯定 她就觉得能找到问题 你知道吧 好 然后加拿大的检察官 这就不是孟晚舟的律师了 加拿大检察官 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孟晚舟的这些个人设备 多个个人设备 包括她的笔记本 手机 她有好几个手机 对吧 有华为手机 有苹果的手机 那么在12月4日的时候 是处于开机状态的 孟晚舟12月1号被抓捕了 在4号处于开机状态 其中有一台连接到了互联网 也就是说 连接到互联网之后 能够把孟晚舟的一些东西 通过互联网传递出去 那么同志 一名加拿大国男骑警 在笔记中 在他们就是说去 今天我做了什么 造成不得有个报告吗 在笔记中的记录 称自己 将孟晚舟的个人设备拍照 并且移除了SIM卡 一名上市 就是说他们是骑警吗 骑警就不是中市上市吗 上市当天也曾把这些的设备 序列号SIM卡 还有电邮等 联络给了FBI的联络员 把这些东西直接给了FBI 他认为将让美国FBI 掌握孟晚舟通话记录的大量信息 当初我们已经说了 对吧 我们包括这个新闻 就是说CIA和FBI 在没有抓过孟晚舟之前 就已经掌握了很多孟晚舟的东西 孟晚舟在CIA去了之后 去问她问题的时候 孟晚舟本来是deny的 她是不承认的 对不对 那么人家直接就把证据拿出来了 有视频证据 有音频证据 对不对 使得孟晚舟当时措扫不及 最终不得不承认了 很多的问题 比如在一两个办公室 什么的 对不对 那么现在律师不是说给你打什么 就是说这些证据对不对 这些证据是对的 我承认 但是他给你打的什么 就是说你获取证据的手段 是不是合法的 就是打承讯证据 就还是周里波那案子 就是说枪合图我不跟你打了 因为你搜出来了 我说不是我的 你也不信 对不对 我给你打 打什么 打承讯证据 就是说你到底是不是合法的 取得了枪合图的证据 就是他退回来打这个了 因为他也明白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不也说了 对不对 就是这个证据来讲 现在对孟晚舟就是不利 那么现在要把证据打掉的 可能性比较小 但是我退回来 我说你获取证据的方法 是非法的 从程序上你不证议 所以这些材料 不能作为证据来指控我 他是打这个方向 就是说你通过 你就能明确 美国加拿大这些律师 他们打官司的时候 那个思路 他那个逻辑 对吧 好吧 现在来讲 就是说可以这么说 就是说我们还是 因为我们认识一个朋友 是律师 对不对 我们也是咨询一下 然后律师朋友 她的观点就是说这样子 说孟晚舟如果法庭 当然最后谁来判定的 排理是法庭法官来说了算 对吧 如果法官法庭最后判定 孟晚舟被捕的程序 的确像孟晚舟律师 所申诉的这样 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提前在抓捕 没有立即抓捕 按照法庭程序 应该立即抓捕 没有立即抓捕 在抓捕之前的 进行了几个小时的 秘密审判的话 那么抓捕的程序 就是有问题 如果抓捕程序 最终法庭宣判有问题的话 那么引识程序 就应该直接被终止 那么如果引识程序 被终止的话 孟晚舟就会立刻 重获自由 被当庭释放 这就是我们得到的 关于孟晚舟的案件的 一个消息 也就是说目前来讲 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 就是说加拿大的法庭 一旦宣判了的话 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这个可能性到底有多大 那么通过周立波案件 我们能够发现 如果有足够的证据 显示 你在获取这些证据的时候 存在程序上的失误 或问题的话 那么这个可能性 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而从我来讲 我认为这种东西 实际上是有一个台阶下 就是为什么我这么说 中国抓捕了一个叫Michael 还有一个叫康明凯的两个人 对吧 到现在抓捕了 很长时间 那么这两个人 实际上就是作为人质 要去交换孟晚舟的 从加拿大和美国来想 现在再抓捕和引动孟晚舟 毫无意义了 说实话 上几个月之前 在年初的时候 我已经说了 就说你要对华为动手的话 川普签一个行政命令 是可以直接对华为动手的 没有必要脱屁股 脱裤子放屁的 多费这一道手 你现在已经完完全全 不需要孟晚舟了 因为华为现在已经Google 我昨天才播了这新闻 对不对 Google把华为的手机 完全堵死了 对不对 而且美国也把华为 加入了实体清单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要孟晚舟干什么 你当年你那个 孟晚舟的目的 不就是为了要制裁华为吗 对不对 你现在已经可以 直接制裁华为了 孟晚舟过来不过来 对美国来讲 其实意义不是很大 那么如果借这个机会 就不然下驴的话 实际上不就把康宾凯 和Michael交换回来了吗 对不对 然后还有一个倒霉的 倒霉的叫什么 谢伦伯格 还盼着 还在那盼着死刑 在那等着呢 是吧 所以我目前就我来看 我估计很有可能 舊坡下驴 还是那句话 从头我就说 就是间谍桥 那个电影 看过吗 这就是一个间谍桥 最后双方交换人质 就这样的 好吧 我还是这句话 最后时间往往证明的 虽然我当时我也承认 我在1月份的时候 我说这些实在是太早了 我那时候受到抨击 我自己也应该去反省 对吧 以后 我尽量的 就是说 不要那么早的来说 这些事情 对吧 但是 9个月了 10个月了 对不对 从他12月1号 为我那10个月过来之后 那么事实最后证明 对吧 你死东哥 永远都说你死东哥 是吧 好吧 今天这期就到这里了 好吧 谢谢大家